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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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菲 十五五 好 这是一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 两位选手呢也是 我们武林峰的全民朋友比较熟悉的了 红方选手是张兰佩 来自新鱼齐胜伥肌 蓝方选手是葳葳楊 来自唐山文旅 奥宇光辉搏击椭 没事 没事 不用管单了 大腿超级 他们两位在身高臂战上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张兰佩是一米六五 避展是1米65 魏维扬身高是1米79 避展是1米77 两个选手在整个的 被刹断滑倒了 在基本条件上 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但是如果一会儿镜头 大家给他看 可以看看战乱配 他的小腿肌肉的解析度 一看就是肌肉节奏非常高 这种强力输出的 小钢炮型的选手 张兰佩 其实他的长驻级别是60公斤 他是WF60公斤级 国家尖腰带的得主 魏维扬在2021赛季 打的比赛也不错 他参加了63公斤级 世界尖腰带的终着拳 打进了决赛 等他 我们看今天两位选手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漂亮 这个高扫 前手 前手 前手控出来 后手拳 前手拿来搞就行 不用做后白圈 后打包 不要在原地 小腿继续 中断漂亮 续两个打斧 再夹一个底扫 前手控出来 打不住你 一个正灯 对方直接摸我的接腿 拉出来 我们是允许接腿之后 一次发育的 但是给他拉过来 这是破坏一下你的节奏 是 张兰佩比较有意思 是 张兰佩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比较容易胖 所以说过完年之后的第一场比赛 对他来说难度非常的大 因为他会吃到能达到 达到七十多公斤比较 对 我记得是哪一场比赛 然后赛后采访 然后对手说 准备应急 哦 刚过完年 让那个过完年吃得好 对 实态胖了 降重很困难 对 一动 一动 出来 所以说各位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 应该运动员还尚且如此 我们平时多吃点 但是要保持运动就挺好 别自己别焦虑 有自己的体重焦虑 对 想答复啊 想答复 前手 后手 答复对 漂亮 一个跳膝 然后接低扫 卫卫阳这动作非常灵活 嗯 漂亮 动作给他撤开 他做动作撤开 好 还有十秒 对 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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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佩的这个打法 力量感非常足 嗯 卫阳 一动 转音机 对 移动非常的灵活 这两个风格的选手啊 比赛打的应该是非常早 对 两个人的身上啊 也是有些自己师傅的影子的 像这个张兰佩的师傅邓泽棋啊 邓泽棋就是干打杆拼型的 对 魏维阳的师傅魏瑞 魏瑞是比较灵活的 交刀魏瑞 对 就是比较刁钻的一些 一些这个技术在他身上都能起 他妈妈的 他们没有 比较的 他妈妈的 还是比较的 他妈妈的 都不是 有些人 有些人 他妈妈的 让他妈妈的 他妈妈的 就是 他妈妈的 那个 他妈妈的 他妈妈的 上来之后你看张兰沛先冲啊 是 对刚才二老师说的 身上就是感觉就是看到了这个邓泽奇的眼子 很多拳迷也都期待 为任何邓泽奇还能再来一场 确实是张兰沛在有防卫贝扬的这个低扫腿 对因为他这连续的低扫腿它还是有影响的 是 因为他要往前进 这是有反应吧 对有效果 其实确实需要那个防一下 因为卫贝扬的这个剃小腿啊 确实威力挺大的 他在上一场比赛就是靠这个取胜的 其实这个就是在这个唐山文旅奥雨光和国民俱乐部 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从这个魏瑞亚洲挑战赛 魏瑞对刘薇的那场比赛 他是靠那个卡夫踢 然后来这个逆境翻盘的嘛 然后从此以后他们俱乐部的 像魏维扬也在练这个技术 包括我们大级别的刘策 也有在练这个技术 这个而且在就像这样的这个例子啊 在吴云峰的列台上 这个不胜美举 嗯 就是可能有一场比赛 一个运动员 因为一个技术的这个成功 导致在一段时期当中 都在练这个 对对都在练这个 也得有效果 是是是 那个好用 对 实践检验出来的这个好用 漂亮 还有张大佩这个力量感真的是很强 嗯 本来还会觉得说六十的吧 今天打六十三会被力量比赛一点 就可以说道了 又能确实是整个的这个强度提升了 嗯 まあ多ū 看着,看着,动作一个请问中 这回和来的对杨瀚鼎的比较关键 还是要加大移动的范围和自己的变化的速率 是 硬刚的话呢,不占优势 硬刚是张岚佩的方式 芳晓博还是很稳的 漂亮 哦,打幅 再来再来大核加油大核加油 大核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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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路权连续进攻 好战伦们现在想要再往前走一个上钢 绑合最后的一点时间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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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转发露梁美朵露梁黄 不用再打 再出现 後期 终于工作 物理人体练 打完 这么多 不用 大核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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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回合的比赛 不一样 欧阳上来第三回合 感觉跟上来不一样 调整完之后体力条又恢复了 张丹佩还是一如既往 上来先拼你 刚刚来了一波左右大白拳 还是扫 在上一回合的时候大家也不注意 张丹佩已经换架了 其实被扫的还是有效果的 张丹佩 其实这个也是对的 我们说这个 胜者不变败者变 就我有劣势的时候肯定会变 但张丹佩变了之后 温文扬的变化没有及时跟上 那我这一招如果不行的话 我该接下来该怎么样做 有时候 哎呦呦这下人 这是看看 出拳的那一瞬间 稍稍的张丹佩也有一点 重心有一点丧尸 也不是拳是打倒的 下来 哎呦这一拳 左边走 先主动主动主动再多二次 我左走 哎呦 哎呦 这两个人的比赛 确实是谁先主动 谁能够先抓住那个 那个优势的 对这一点 两个人基本上你看他的这个风格 咱们就说这个相生相克 嗯 水平的也基本上在各种之间 这个时候谁能提前抓住 这个先入为主的机会 就很有可能让整个的比赛的 这些胜利天明笑 西中一方来倾倒 对 对 对 下降了 弓得不像刚开始那么猛了 对 那这会是个机会 压到了神角 这个时候用这个机会 应该再追出一波 对 别把他放出来 对 但是这个从我为阳来说 这个肯定不能让你给我挤在这儿啊 可以想进一切办法我要出去 是是 我讲确实你看他 一再一看对方这个要 要往往里压 然后就马上跳膝 然后的 范围的脚步的一动 快速的出来 这个就是灵活应变的 我们在场上非常重要 先跑 好 比赛结束 他们也累了 哎呀 叫蓝 太坏了 这个打法对于挺要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